赵丹的男友周建辉很讨厌他的嫂子 可是对方随口提起哺乳期账腾 赵丹就在他手机里看见了一堆搜索记录 如何快速缓解账奶 产后账奶对产妇的危害 红尘往事随风去 岁月如歌水流长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月的光 赵丹和周建辉订婚的第三天夜里 他嫂子羊水破了 他哥远在国外 夜里接到周妈妈的电话时 周建辉却只是冷声说了句真麻烦 最后还是赵丹耐着性子劝了他几句 他才不情愿地起床穿衣 去了医院 可他平时并不是这样 周建辉家境优渥 绅士浪漫 骨子里没有那种富二代的骄纵与傲慢 待人向来温和 唯独对他嫂子 总是冷着一张脸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等赵丹们到医院时 薛婉正躺在病床上 脸色惨白 公缩来临时 他疼得紧紧闭着眼 将唇咬到泛白也不肯哼出声 周建辉站在床边 宁着眉打量他 语气凉凉 疼就喊出来 装神吗 薛婉睁眼看了他一眼 依旧没出声 可赵丹却注意到 周建辉垂在身侧的手 不知何时悄然钻紧 因为过于用力 手背上蔓延起清晰的清筋脉络 薛婉进产房后 赵丹们一行人都等在走廊里 周建辉手上加了根烟 眉点燃 一脸不耐地在走廊的窗前站着 他原本想要回家睡觉 却被周妈妈拦了下来 你哥没在国内 你留在这 有什么事也好照看些 最后 周建辉才勉强留了下来 等了约莫一个小时 产房门才打开 薛婉生了 母子平安 护士抱着婴儿出来 一旁的薛婉则坐着轮椅被推出来 所有人都围去了孩子面前 赵丹本来就是产科医生 知道这种情况下 更需要照顾产妇心理 便想要过去看看薛婉 然而 有人比赵丹更快 竟是周建辉 他快步朝着薛婉走去 走到近前却又放缓了脚步 他低头地看她 凝着眉 语气照就是冷得要命 疼吗 薛婉半仰着头看她 脸色苍白 勉强挤出一抹笑意 没了半条命 周建辉没再说话 那眉却皱得险些能夹死蚊子 半晌 他低声道了句矫情 转身便走了 走到赵丹面前 手一抬 搭在赵丹肩上 语气又变得温和 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早餐 说着 他便不再理会这边的局面 硬把赵丹拽出了医院 开车半小时带赵丹去吃 那家最爱的早餐 吃饭时 赵丹忍不住问他 你好像 很讨厌你嫂子 周建辉拿筷子的手一僵 讨厌算不上吧 就是不太喜欢 为什么 他替赵丹调好蘸汁 似乎真的仔细思考了一下 最后却轻飘飘地说 总觉着那样的女人 利益至上 没什么人情味 第二天 赵丹接到了薛婉的电话 他住不惯月子中心 也不放心月嫂照顾 周妈妈近两年身体又很差 所以 想请赵丹照顾他坐月子 按他的话说便是 赵丹专业对口 刚好因为一闹纠纷 暂时待业在家 自己家人照顾宝宝 他放心 并且 他提出给赵丹十万元的报酬 赵丹原本是想拒绝的 可向来讨厌薛婉的周建辉 却反常地劝赵丹同意 他估着赵丹的肩 再怎么也是一家人 要不 你就当帮个忙吧 毕竟是我小侄子 我哥又不在 你能照顾 我也放心些 周建辉开了口 赵丹便同意了 周家住在市里著名的别墅区 上下四层的别墅 周建辉订婚前 一直和周妈妈住二楼 大哥结婚时买了婚房 但他人在国外 薛婉便带着儿子站住三楼 为了方便照顾 赵丹临时搬去了 三楼的闲置房间 还好 薛婉人虽娇气些 但还算和善 世上不挑剔 宝宝也很少哭闹 赵丹这十万块钱 挣得很轻松 只是 之前 相处久了 赵丹忽然发现 周建辉似乎也没有他表现的那么讨厌学婉 甚至 他还有些关心他 饭桌上 他随口提了一嘴 胀奶很疼 周建辉拧着眉吃他轻浮 当众提起这种私密事 可是 晚上赵丹手机没电关机 拿他手机查东西时 意外看见了他的搜索记录 胀奶怎么办 如何快速解决胀奶问题 产后 胀奶对产妇身体的影响 赵丹盯盯着那一连串的搜索记录 浪了很久 最后拿着手机去问他 周建辉扫了一眼 脸色没什么变化 哦 下午我哥打电话问我 他情况如何 我提了一嘴 他忙着谈合同 让我帮忙查的 赵丹点开通话记录 果然有一通 下午时大哥周建成打来的电话 收起手机 却发现周建辉在盯着赵丹看 眼底含笑 赵丹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下一秒 他将赵丹沽进怀里 轻笑声落在耳畔 养得要命 你不会连自己家人的醋都吃吧 我关心保姆无疑 都比关心他要多 赵丹圈住他的脖梗 没说话 也许真的是自己多心了吧 今天宝宝睡得早 赵丹又困得厉害 早早便跟着睡着了 夜里 赵丹被一阵尖叫声吵醒 小婴儿也被吓醒 乌娃哭了起来 赵丹连忙抱起孩子轻声哄着 同时踏着拖鞋出门去看 刚刚打开门 便看见一道身影跑了过去 似乎是周建辉 赵丹抱着孩子走到薛婉门口 便看见周建辉冷着一张脸 打横抱着薛婉朝外走 上来匆忙 周建辉只穿了件睡裤 上半身什么都没穿 薛婉则紧紧攀着他手臂 一脸痛苦 他穿了件睡裙 露出的手臂和左腿 被烫得通红一片 赵丹还没反应过来 周建辉已经抱着他 从赵丹身边走过 匆匆下了楼 薛婉看见了赵丹 一副忍着疼的模样 轻声提醒 丹丹他 没事 他脚步不见停顿 声音压得很低 不用管他 你的伤要紧 不知怀里的婴儿 是不是感受到了什么 忽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赵丹这才回过神来 勉强压着怒火 把婴儿哄睡放进了婴儿床 一楼客厅 保姆无疑在给薛婉的烫伤处擦药 周建辉则站在窗边 背对着他们 原本赤着的上身也穿了件黑色睡衣 他很少抽烟 此刻线长手指间却加了根烟 听见脚步声 周建辉转身看了过来 丹丹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掐灭了烟 起身朝赵丹走来 走得近了 他弯身来碰赵丹的手 却被赵丹躲开了 赵丹皱眉看他 故意问道 嫂子的伤怎么样了 周建辉背对着薛婉的方向 声音很低 被热水烫到了 挺严重 无疑再给他擦药 赵丹看了一眼薛婉的烫伤 故意责怪地看了周建辉一眼 真是的 这么严重的烫伤 你怎么不给嫂子擦药呢 周建辉语气一顿 男女有别 我擦不太合适 哼 赵丹忍不住笑道 你倒也知道男女有别 丹丹 他探手过来 攥住赵丹手腕 刚刚事发突然 我听见喊声就跑上去了 你也知道 我哥不在家 嫂子又是产妇 我有责任替他照顾好嫂子 说着 他按了按眉心 一脸疲态 嫂子和孩子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我哥回来 我没办法交代 赵丹没应声 无论他怎么解释 赵丹脑中都回想着刚刚那一幕 他一脸焦急地抱着薛婉 从赵丹身边快步走过 气氛正僵持 那边的薛婉忽然出了声 他缩在沙发上 因为疼 眉心紧紧皱着 丹丹 你别因为我和阿辉吵架 都是建成 一天打几通电话 拜托阿辉照顾好我 他们兄弟俩感情向来很好 你是知道的 正说着 无疑给他擦钥匙 擦到了烫伤严重的位置 他猛地吸了一口气 嘶 无疑 赵丹身旁的周建辉焦急出声 看了赵丹一眼 他又放缓了语气 轻一点 要是留下什么伤疤 我哥回来 我不好交代 又是不好交代 从赵丹下楼起 这个词 赵丹已经听了不下两遍 无疑连声应着 给薛婉上药的动作 格外的小心 可薛婉那边 还是疼得厉害 一直死死咬着唇 隔上几秒 便吃痛出上一声 周建辉凝着眉 一副烦躁的模样 攥着赵丹手腕上了楼 回了赵丹房间 周建辉关上门 烦躁地揉了揉眉心 少见得骂了脏 真他妈烦 他叹 药也擦了 我也耐着性子安慰了 他还哼哼唧唧地装着矫情 要不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我真是懒得管这些烂摊子 见赵丹半天没出声 周建辉弯身看过来 视线同赵丹对上 他笑 又想多了 他叹了一声 语带无奈 真希望这个月快些结束 再这么下去 我家女朋友都快成醋坛子了 周建辉 你觉得这好笑吗 周建辉没说话 脸上笑意僵了僵 赵丹这人不太喜欢吵架 凡是喜欢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 首先 你听见喊声急着上楼 我理解 因为着急没来得及穿上衣 我也能接受 赵丹仰着头 直视着她的眼睛 但是 烫伤药不是非要在一楼擦 你没必要公主抱着你的亲嫂子下楼 家里有电梯你都等不及 抱着她从三楼一口气跑了下去 还有 就算你急着她的伤 连和我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赵丹一口气说完 然后耐心地等着周建辉的解释 她掏出一根烟来 想点 又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婴儿 最后作罢 丹丹 她攥着赵丹的手微微收紧 我平时有多讨厌她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受伤我着急 完全是因为我哥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因为药香在一楼 只想着带她下去让吴仪给擦药 她叹了一声 神色疲乏极了 我哥对我来说很重要 她出国前托我平时照顾他们母子俩 我必须做到 不论是嫂子还是孩子出事 我都没办法交代 她将赵丹圈进怀里 别闹啊 好不好 她衣上有着淡淡的烟草味 而且 你没发现 我抱她时双手钻拳 全程都是绅士手吗 她语带无奈 我已经尽量避嫌了 赵丹盯着她看了半场 终于松口 行 这次我就当是事发突然 但是 以后你必须和她保持距离 她笑 放心 只要我哥回来之前 她单单纷纷地别出什么事 我求之不得 接下来的几天 周建辉的确刻意和嫂子保持着距离 桌上吃饭 她也几乎不会和她有什么交流 周家也雇了月嫂帮赵丹 只是不太放心对方 需要赵丹每天一同陪着 除了那次烫伤 薛婉的月子做得很好 月子餐都有专门的厨师来家里制作 宝宝有赵丹和月嫂 她只需要好好疗养身体 所以 在她月子第四周时 赵丹回家休息了一天 原本说是第二天回去 可晚上薛婉临时给赵丹发消息 说宝宝哭得厉害 月嫂怎么也哄不好 委婉地询问赵丹能不能回去一下 看在十万块钱的份上 赵丹同意了 赵丹回去时 周剑辉不在 宝宝平时都很乖 赵丹抱过去哄了会便止住了哭 估摸着她有些饿了 便抱去让薛婉喂了奶 薛婉原本是不想喂母乳的 她嫌弃会身体走样 可周妈妈不同意 对这个宝贝孙子 周妈妈格外看重 认准了母乳对宝宝好 硬是砸钱让薛婉松口 同意了母乳喂养 薛婉喂奶时 赵丹坐在一旁给宝宝叠衣服 走廊外隐约传来一阵脚步声 赵丹看了眼腕标 可能是周剑辉回来了 正想着 房门忽然从外推开 周剑辉的身影 出现在了门口 嫂子 你 她的话说了一半 便指了话音 目光从未奶的薛婉身上 匆匆扫过 最后看向了赵丹 晚上 八 点 她进自己上在坐月子的 嫂子房间 竟然都没有敲门 身旁的薛婉 仿佛反应慢半拍一般 这会才惊呼一声 扯起一旁的毛毯 盖在了胸前 周剑辉更像是反应迟缓 听见人家喊了 她才重重关上了门 赵丹转身去看薛婉 只见她脸色胀红 一副委屈的语气 阿辉也真是的 近来怎么不敲门啊 阿辉叫得比赵丹都亲密 赵丹和周剑辉 从恋爱到订婚 赵丹都是直呼她名字的 偶尔亲密 也最多是叫上一声剑辉 嫂子 看剑辉的样子 似乎总是不打招呼 就进你房间了 赵丹这话已经问得很直白了 可薛婉却没反驳 她必以重就轻道 阿辉心软 她哥拜托她照顾我们母子 她就格外上心 生怕我这边出什么岔子 丹丹 你别想多了 赵丹在薛婉那边随便敷衍了两句 便退出房间 去找了周剑辉 相比起来 赵丹更需要听她解释 周剑辉在房间 她当然也知道赵丹会过来问她 一见面 便将赵丹拽去了她腿上 不等赵丹发问 周剑辉便主动解释说 刚刚房门没关研 她手刚搭上门吧 还来不及敲门 门便开了 她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说着周剑辉暗了暗没心 说昨晚熬夜处理工作 今天状态也不太好 反应都照平时慢了些 赵丹抬头看周剑辉 她今天的确显得十分疲惫 眼瞼下方乌青一片 向来爱干净的她 今天唇上甚至冒了一圈 胡茶 赵丹仔细回想了一下 倒也的确记不清房门 有没有关研 没过久 周剑辉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她接通 说了几句后 又将电话递给了赵丹 说大哥想和她说两句 赵丹有些疑惑 却也接过了手机 电话另一端 男生低沉好听 他说最近没办法回国 家里的事麻烦赵丹和剑辉聊 刚刚的事剑辉和她说了都是误会 她总是托剑辉照顾他们母子 剑辉心软 答应她的事都会尽力去做 电话里 大哥替何剑辉解释了一番 赵丹没说什么 只顺着话音说的确是误会了 心里却还是觉着有些别扭 虽说这几次的事 周剑辉都找到了合理解释 但赵丹还是觉着似乎没那么简单 但赵丹此刻不太想深究 主任前两天给赵丹打电话说 有一个去临时医院进修的机会 那所医院的妇产科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机会赵丹当然求之不得 这种时候 赵丹不太想把时间浪费在和周建辉对质 吵架上面 他解释 赵丹便暂且信了 反正薛婉的月子还剩最后几天 到时赵丹拿钱走人 也懒得再管这些烂摊子 薛婉出了月子 赵丹痛快地拿钱走人 准备去临时进修 进修的日子 忙碌且充实 相比较于所谓的嫁入豪门 赵丹更希望努力提升自己 更何况 豪门哪里是那么好家的 薛婉一胎生了男孩 却还是被周妈妈要求 五年内再生两胎 无论男女 不同意 那他便拿钱砸到薛婉同意 薛婉倒也的确争气 产后三个月 大哥周剑成回国一个月时 他又怀了二胎 剖妇产三个月后又怀孕 他真是不要命了 不知为何 周剑辉在电话里 和赵丹提起这件事时 却语气低沉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赵丹本想询问他一句的 可赵丹实在太忙 转头便忘在了脑后 进修三个月结束 赵丹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时 一眼便看见了周剑辉 周剑成和薛婉静也在 见了面 周剑辉顺势接过了行李箱 另一只手握住了赵丹的手 掌心温热 饿了吧 他与其温和 说市里新开了一家私房菜 味道很好 一会带赵丹去尝尝 赵丹轻声说好 可刚出机场 便突生意外 朝着停车场走去时 忽然有一辆车失控地 朝着赵丹们急驰而来 对方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反倒踩死了油门 速度太快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千军一发之际 两道身影一同扑向了薛婉 一个是人家的合法丈夫 另一个是赵丹的未婚夫 而赵丹则是在车子撞来的那一刻 死命扑倒在一旁 狼狈躲开 车子从一旁呼啸而过 他惊出一身冷汗 那边的周剑辉似乎是反应了过来 连忙朝赵丹跑了过来 问他有没有事 周剑辉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看似关切 对上他的目光时 却还有着几分心虚 赵丹被周剑辉扶着站起身来 平静地问刚刚他急着酗酒无力 是不是也是出于义务 周剑辉张了张嘴 没出声 赵丹说他过去怎么没发现 周剑辉是一个这么有责任感的人 人家怀着他哥的孩子 他哥就在一旁 怎么还需要他在生死关头 舍生忘死的去救 赵丹没给周剑辉面子 也没顾及一旁的周剑辉二人 直白地质问堵的周剑辉 哑口无言 他知无伴上 再勉强给出了解释 说刚才嫂子就在他旁边 嫂子又怀着孩子 他下意识地护了嫂子一下 他刚刚真的没反应过来 周剑辉眼神闪躲 连同赵丹对事都不敢这解释 苍白到连他自己都不信 赵丹转身要走 周剑辉上前哄赵丹 被赵丹扇了一巴掌 娇生惯养的贵公子 哪曾被人当众打过耳光 周剑辉当即便愣在了原地 而后吼赵丹 赵丹 你疯了吧 是啊 赵丹轻飘飘地迎着 想起刚刚未婚夫 在生死关头抛下赵丹 去救另一个女人的模样 心头火气 没忍住 回身又打了一巴掌 在周剑辉沉着脸 骂赵丹神经病时 赵丹捡起行李箱 转身便走 回去路上 再联想到薛丹坐月子时 发生的种种 赵丹愈发觉着不对劲 而且 赵丹记得 薛丹和周剑辉读的是 同一所大学 当初问起 周剑辉说两人上学时 不是同届 更不是同专业 根本不认识 就只能算是个校友而已 那时赵丹没多想 此刻联系起来再想想 似乎没那么简单 赵丹调查了几天后 意外发现了周剑辉大学时的微博小号 说实话 这家伙真是纯纯的恋爱脑 有钱人家的小儿子 不需要精明能干继承家业 也不缺钱花 自小众星捧月般被宠着 又生得好看 他的人生基本没什么波折 年少时一遇见所谓爱情 便一头栽了进去 上千条微博 都是他当年对自己爱情的记录 赵丹强忍着耐性翻了一遍 虽说微博里 没有两人露正脸的照片 但仅有的几张较为模糊的侧脸照 也几乎可以认出是薛婉与周剑辉 更何况 周剑辉那时少男心泛滥 微博里 关于薛婉的英文缩写XW二字随处可见 两人当年的恋爱同款 现在还整齐地堆放在周剑辉的衣帽间里 赵丹上次偶然看见 随口问其 周剑辉只说是当年的限量款 所以一直珍藏着 如今看来 原来是初恋限定款 耐着性子把微博都翻遍 一切都明朗了 包括他们的分手原因 周剑辉爱惨了白月光 可惜白月光爱钱 周家的小儿子 哪有继承家业的周家长子乡 于是 白月光毅然分手 转头哥哥的怀抱 成了周剑辉渴望而不可及的嫂子 周小少爷吃够了爱情的苦 在家里对这个嫂子冷言讥讽 百般刁难 哪里是因为不喜欢 根本就是心有不甘 怪不得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 他最讨厌他嫂子 可对方无意提起长奶 他还会紧张地 在网上搜索了一连串 夜里听见他惊呼 他连上衣都来不及穿 便飞奔上楼 不顾未婚妻在旁看着 先抱着对方下楼擦药 生死关头 他早就把赵丹这个未婚妻 忘到了脑后 一心只想护着心上人 原来 如此 赵丹和周剑辉提了分手 婚约取消 出闻这话 周剑辉愣了几秒 回过神 他叹了一声 俯下身来攥住赵丹手腕 那目光真诚的不像话 丹丹 别闹了 那天的事我都解释过了 薛婉就只是我嫂子而已 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 你打了我两巴掌 我都没说什么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好不好 赵丹听得有些想笑 赵丹是打了他两巴掌 可他哪里是什么都没说 那天赵丹都上了网约车 还能顺着摇下的车窗 听见他愤慨的怒骂声 这段感情里 赵丹是付出过真心的 只是 这真心被真相震得七零八岁 赵丹没有耐心再和他对质 直接将截图甩给了他 周剑辉 这就是你一直讨厌你嫂子的原因吗 爱而不得 依爱生恨 恨又恨得不够彻底 一到关键时刻就忍不住护着他 周剑辉 你这样显得自己很可怜 也让我处于一个很可笑的尴尬位置 赵丹这算什么 给自己的情敌照顾月子 王宝串都没赵丹惨 而且 这会赵丹无比懊恼 这么屈辱的人无关系 当初一月十万真是要少了 周剑辉沉默了很久 丹丹 在开口时 他嗓子哑得厉害 我承认 我们大学时谈过恋爱 不和你们说 也只是担心你们会误会而已 但是一切都过去了 他现在就是我嫂子 仅此而已 那个微博密码我都忘记了 过去的事咱们就别再提了 行吗 谁还没有一些过去了呢 赵丹点点头 也觉着他说的有道理 是啊 谁还没有点过去呢 但是周剑辉 那段不堪回首的感情 在你那里也没过去啊 你表面厌恶他 冷言讥讽 可他有点危险 你比谁都紧张 人家产妇长个奶 你急得恨不得把浏览器都收够了 去查个底朝天 说得生气 赵丹忍不住也阿拉安眉心 周剑辉 赵丹深吸一口气 不愿再纠缠 别再多说了 分手吧 提了分手 赵丹转身便走 可手腕却被他钻住 赵丹 我不同意 可我也没有再询问你的意见 赵丹转过身看他 我是在通知 通知你 周剑辉 我们分手了 他却还是不肯放手 左手被他攥着 赵丹默地举起了右手 周剑辉当赵丹又咬山巴掌 手默地变松了 下意识地抬了下 挡在脸前 赵丹笑了笑 这次是真的转身走了 被甩的周剑辉一脸悲伤 两分钟不到便开车走了 而甩人的赵丹 潇洒转身 走了十分钟 却还没走完这小半条街 六月的天 这场雨来得莫名其妙 雨水避开行人 绕过衣衫 唯独淋湿了赵丹的脸 分手后 周剑辉找过赵丹许多次 他有时喝醉 有时清醒 有时堵赵丹在楼下 有时拨通赵丹电话 他说爱赵丹 说想赵丹 说他和薛婉早已成了过去式 说他现在是真的讨厌对方 说他几次相救 也不过是看在自家哥哥的面子上 他还在电话里哽咽过 他问赵丹 丹丹 你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赵丹都给你 只要你回来 四字真诚 句句实意 听得赵丹险些就信了 不过赵丹们分手一月后 周剑辉便和薛婉在一起了 初听这个消息时 赵丹还有些谎神 像在听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而那些细枝莫及 还是赵丹从保姆无疑那里听来的 无疑说赵丹像他过世的小女儿 总是和赵丹很亲近 即便赵丹和周剑辉分手后 他也一直和赵丹有着联系 无疑说 周剑成不知从哪听来了些消息 回家质问薛婉是不是和他亲弟弟 有些不正当关系 薛婉否认 两人争执间 薛婉被他失手推倒 流产了 而周小少也护扫心切 跑回家和自家哥哥吵了一架 兄弟俩彻底闹掰 大哥经商多年 手段多的是 只是从没想过要往自家人身上用 顺势查探一番 立马便顺藤摸瓜 查出一件惊天往事 周剑成回国前一晚 周剑辉和薛婉喝醉后 开了间总统套房 听说 一夜的时间 用光了一盒套 至此 丑事彻底被掀开 尽管薛婉哭着说只有那一次 他们那晚是喝醉才办了糊涂事 周剑成依旧不心软 果决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薛婉离婚后 周剑辉却没有赵丹想象中那么高兴 相反 他懊恼难过 整个人都格外消沉 甚至 他还想劝说自家大哥和薛婉复婚 结果当然是被拒绝了 不过 薛婉自知复婚无望 便找到了周剑辉 本就是曾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如今一朝落了凡尘 温言软语几句 周剑辉的恋爱脑便又长出来了 薛婉和周剑成离婚没几日 周剑辉竟真的和他在一起了 消息被有新人传出 周家这段丑闻闹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周母近两年本就身子骨弱 在家休养 自家出了这等丑事 又被对家捅到了媒体面前 一时间怒火攻心 直接气晕了过去 再醒来 身子便已虚弱到了极致 周剑辉几次想要回家探望 母亲和大哥却都聚而不见 显然是被他一番举动伤透了心 赵丹本以为 故事听到这里 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渣男和心机女重归于好 圆满结局 徒留赵丹和周家大哥 两个大冤种伤心又恶心 然而 没想到还有后续 周家那些事 被媒体扒了个底朝天 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赵丹有时闲了 也会在本市新闻上个翻一翻 看个热闹 薛婉从来都不是个消停的主 剑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 薛婉知道自己与周剑辰复婚无望 便把心思都放在了周建辉身上 他知道周建辉心思单纯 好把控 于是 他教唆对方 趁着现在周母身子垮下 去和大哥增加产 周建辉自是不同意的 却也架不住薛婉的软鱼蛊惑 枕边风吹了一碗油一碗 周建辉便败下阵来 从未下过商场的小少爷 化身为爱冲锋的勇士 手攥股份 回公司和自家哥哥增加产 这一举动 也彻底让周建成寒了心 几天后 周建成召开发布会 公开宣布周家与周建辉 彻底断绝关系 为了一个曾甩了自己的女人 周建辉落得个重判亲离的地步 也不知他后不后悔 反正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即便是后悔 他也只得咬牙忍着 硬着头皮继续朝下走 不过 事实证明 周建辉似乎是甘之如意的 起码 人家被洗脑得很成功 就在周家丑闻闹得满天飞 将他们二人双双定在耻辱柱上时 两人过了大批水军 下场满反转 近日 网上忽然出现很多水军 打着正义的旗号 说要解开事实真相 周家小少爷周建辉大学时 只有一情投意合的女友 两人很相爱 无奈自家大哥也看中了女友 仗着自己周家继承人的身份 强取豪夺 棒打鸳鸯 两人忍辱负重多年 才终于冲破枷锁 这反转来得生硬而突兀 看得赵丹直呼精彩 然而 却还真的有人相信 眼见着舆论真有些走偏的趋势 赵丹看不过眼 给周建成发了条消息 其实也没说什么 只是给他发了一些 赵丹所掌握的证据 帮他一把而已 毕竟 从某些意义上来讲 赵丹们俩才算是同病相连 周建成的消息回得很快 他身世有理 先是道谢 后又给赵丹转了一笔钱 可是 证据发去两天 周建成那边都毫无动作 等得赵丹都有些心骄 实在没忍住 发信息询问了一下 对方依旧回得很快 不急 等到舆论彻底发酵 这证据才称得上是重急 行 他本人不急 赵丹也不急 反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早就已经和赵丹无关了 赵丹这人没什么优点 也就有一颗赤诚的心 爱时真诚相待 不爱时就认真告别 毕竟爱过一场 难过是在所难免 但哭过之后倒也能坦然接受 如今 甚至还能把他的那些事 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事实证明 大哥果然是大哥 整整一周的时间 他按兵不动 任由舆论发酵 任凭事态反转 一周后 周建成直接甩出一系列证据 将两人彻底垂死 周建辉当年的恋爱脑微博被扒 尤其是分手那天写的小作文下 还附赠了一张聊天截图 薛婉和他说得清楚明白 他要分手 因为两人不合适 他爱她 但他更爱钱 所以 他成了他的嫂子 聊天截图最后一幕 是他告诉她 以后再见面 我就是你嫂子了 别和人提起我们的过去 对我们都好 再见面 就装作不认识吧 周恋爱脑 好 周建成那边一同甩出的 还有当初薛婉 主动找他的一系列截图 聊天记录 对方主动开房等他的短信 以及对方主动打来的上百通电话 最后的证据 最为警报 是周建成回国前一晚 周建辉两人的开房记录 录像截图 以及酒店床上 一个用空了的小盒子 事态再反转 舆论瞬间被推至顶峰 而周建成做的还不止这些 他在商场混了多少年 手段向来是出了名的很 哪里是周建辉 这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能对付的 而薛婉最大的底牌 也不过是自己 那引以为豪的美貌 听说 周建成找人一同做了个局 没怎么费力气 便让二人信以为真 误以为自己得到了 最真实的公司内部消息 在得知公司即将破产的情况下 便卖了手里的股份 成功套现 可实际上 公司根本没有什么破产风险 周建辉知道上了自家大哥抵挡 却也没去找他 反倒自己拿着变现的大笔资金 开设了新公司 周建辉毕业名校 国外镀金 论学术知识 并不比周建成差上多少 他自信满满地开了一家新公司 大有欲语天公事比高的豪情 然而 从未经历过商场沉浮的小少爷 出师不力 新公司刚建立 便被周建成打压地抬不起头来 没几个月 新公司直接清产倒闭 薛婉心里明白 周家的门自己是别想再进 周建辉这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论容貌论财情还行 可论起挣钱来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终归是靠不住的 于是 薛婉卷款跑了 以上 是赵丹听到的所有有关周建辉近况的听闻 启程转折 真像是听故事一般 说来奇怪 和周建辉分手后 赵丹运气好到仿佛开了挂班 当初让赵丹头疼不已的一闹纠纷 顺利解决 误会解开 患者家属还公开给赵丹道了歉 恢复赵丹名誉 进修期间 赵丹甚至还任了那所医院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主任 做师傅 赵丹跟着他学道很多 受益肥浅 从小到大几乎没中过奖的赵丹 今天路过彩票店 随手买了两张呱呱卡 还意外中了五百块 然而一天的好心情 在看见他家楼下那人时 瞬间烟灭 周建辉 天气转凉 今晚甚至下了小雪 薄雪在周建辉衣上落了尖尖一层 也不知他在楼下等了多久 四目相对 他似乎有些局促不安 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也没有了过去的温文尔雅 他锤在身侧的手钻紧又松开 最后才轻声叫了一声丹丹 赵丹没应声 侧身从他身旁走过 手腕默地被钻住 丹丹 他转身看赵丹 似乎被赵丹的反应刺激到 语气也急错了几分 我错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后悔 真的 丹丹 我很想你 他紧紧攥着赵丹手腕 掌心的温度很熟悉 赵丹没说话 眼圈却有些泛红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曾陪他携手走过的那段时光 每一步都是真心实意的 感情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放得彻底 可是 人非草木 因为人有理智 时隔很久 再见到他 那颗心还会悸动 见他沧桑憔悴 或许还有些心疼 可理智会让赵丹推开他的手 说一句请自重 周建辉的手被赵丹推开 有些无措的僵在半空 丹丹 他局促地看着赵丹 问得小心翼 你能不能原谅我 不能 你 谈恋爱了吗 没有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似乎赵丹身边没有再出现新的人 他就还有机会一般 赵丹被他这个反应逗笑 反问道 为什么我身边没有新人 你会觉得好 我没再谈恋爱 恰恰是因为此刻来讲 我不再需要爱情了 我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在认真生活 在努力工作 离开你后 我事业顺利 减肥成功 戒掉了熬夜的坏习惯 与过去相比 我整个人状态好的不得了 这样的我 为什么偏要恋爱 周建辉正正地看着赵丹 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赵丹忽然觉着 短短几月过去 他是真的变了 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周家小少爷 此刻更像是赵丹回忆中的一针缩影 再也不见了 赵丹想回家 可他堵在门口不肯让 他不知说些什么话挽回赵丹 便一个劲地道歉 甚至自己扇自己的巴掌 而赵丹冷眼看着 没有阻止 赵丹只是想看看 这人还能把自己 作践到什么地步 半晌 他停了动作 哽咽着懊悔 说他不该受薛婉蛊惑 那个女人没有心 谁给他钱 他便会跟随 从周建辉口中 赵丹得知了薛婉卷款逃跑的一些细节 薛婉不只是卷走了周建辉的钱 他还跟一位外地的富商走了 更为离谱的是 那位富商 是周建辉新公司的一位大客户 为了谈成那笔生意 周建辉曾几次带着薛婉 请对方吃饭 不胜酒力的周建辉 喝妥了十几次 都没能签下那笔订单 可他当时上海不知 富商虽然没签他的单子 却加了他女朋友的微信 提及这些时 周建辉恨得直咬牙 红着眼说自己当初瞎了眼 赵丹点点头 应 嗯 我也是 周建辉又无语凝掩 半晌 他低垂着头 轻声问赵丹 丹丹 你能不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 不能 赵丹打断他的话 对他后面的保证也半点不感兴趣 赵丹低头看了眼万表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我要回家吃饭了 他还想再说话 却被赵丹抢了先 周建辉 你不是小孩子了 成年人走的每一步路都作数 从没有人拿刀逼着你做选择 既然是自己当初心甘情愿选的 即便是错了也要咬牙受着 就像我当初分手一样 我自己看走了眼 在你身上耽误了几年青春 再如何难受 我都自己受着 你知道我性子的 我从不走回头路 你如果还想让我记忆中的周建辉 像个男人 就别再来纠缠我了 说完 赵丹将他推开几分 侧身进门 这次 他没有再拦赵丹 电梯门关时 压抑的哽咽声似乎顺着缝隙传来 赵丹争中了两秒 又移开了目光 明天是周末 不如今晚吃个火锅吧 听说周妈妈去世了 周建辉失魂落魄赶回家 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周建成没让他踏入家门 就连葬礼 他这个小儿子都被拦在大厅之外 而周建辉在葬礼结束后 独自去墓碑前送上一束花 磕了三个头 便离开了 再之后 便听说周建辉跳楼了 和薛婉一起 这个消息 还是吴义和赵丹吃饭时讲起的 他给赵丹打电话说天冷了 给赵丹支了件毛衣 赵丹便在家里做了一桌菜 邀吴义过来 吃饭时无意将他所知的那些事 细细描述了一遍 提及这事实 还是唏嘘无比 其实建辉那孩子 也真是当初糊涂 这会连亲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父亲早死 唯一的哥哥又不肯再认他 钱没了 爱情没了 混了个一无所有的地步 可把他害到这一步的削完 还跟着富商吃香喝辣 每天朋友圈里绣豪车 建辉就去找了薛婉 听说是把他绑去了天台 一起跳了下去 不过 跳下去时 薛婉当场死亡 而周建辉刚好砸在了他身上 没死 但到现在也没能苏醒 听说 搞不好要变成植物人 赵丹拿着筷子的手 将了许久 半赏 赵丹回过神 语气淡淡 那还真是挺惨的 希望他能挨过来吧 当然 挨不挨得过 都和赵丹无关 听吴一说 周建成替周建辉 给薛婉家里赔了钱 又砸钱给周建辉 用了最好的医疗配置 但是 他一次都没去看过他 赵丹隐世 后来 赵丹去看过周建辉一次 还是在多年后赵丹结婚之前 和周建辉分手后 赵丹单身很久 因为觉着一个人的状态也很不错 没必要非要在失恋后 再找另一个人做什么情感寄托 而几年后 赵丹选择结束单身 是因为赵丹觉着那个人值得 和他在一起 比一个人更快活 所以 赵丹同他恋爱 恋爱三年 在赵丹确定 他是值得赵丹与之 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个人后 赵丹接受了他的求婚 他叫方旭 也是一名医生 也是老师的学生 赵丹们有共同话题 见解气和 爱好也合拍 赵丹们同贫共振 默契且相爱 赵丹和他讲过赵丹与周建辉的事情 结婚前夕 他忽然问赵丹 要不要去见周建辉一面 赵丹想了想 说好 于是赵丹去了周建辉的病房 方旭在门外等赵丹 这是他出事后 赵丹第一次来看他 他穿着病号服 安静地躺在床上 几年未见 他瘦削得厉害 周建成砸了很多钱 在他的治疗上 几个护工每天精心照顾 倒也让他干净得体 赵丹站在床边看他 恍惚间静觉着同他相爱时 遥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一别几年 还当真是物是人非 赵丹微微弯身 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小盒喜糖 周建辉 我要结婚了 还是给你送一盒喜糖吧 虽然说 你也吃不了 反正 祝你早日康复吧 今天天气很好 温热日光透过玻璃窗 在他眉梢眼角 镀了层细碎的光运 赵丹想起很多年前 赵丹和周建辉出狱那天 也是这样的好天气 赵丹转身出门 门口的方絮 微微诧异 问怎么这么快 赵丹笑着挽上他手臂 说他是妇产科医生 又不是神经科医生 总不能在里面 给周建辉治病 赵丹同方絮商量着 一会是去吃火锅还是炒菜 渐渐走远 身后的病房里 静静躺着的男人 眼角缓缓流下一滴泪 又很快被窗外的微风吹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